局长谈了很多台湾的软实力 从影音、创意开发、爱心阿嬷 谈到体育明星 真的是很多 那我们综合起来看 两岸现在关系和缓了 也签订了经贸交流协议 未来两岸之间在这种软实力上面 软性方面的交流前景是如何 这个基本上也是未来两岸交流的一个重点 整个两岸交流除了目前经济失误 或者经贸关系的改善制度化之外 其实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在其他功能性的交流 就是我刚刚提的这些软性的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因为透过这个交流 才能够让双方的人民都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些软实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运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音乐、电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电视是我们的一部分 甚至新闻是我们的一部分 透过这些交流之后 两岸能够更了解彼此 能够建立彼此的互信 甚至是说信赖 才能够有助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有争议性的问题 议题或者是棘手的那些问题的解决 台湾在新闻自由跟保障人权方面 有哪些可以让我们的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多思考一些 新闻自由跟人权保障 这是目前台湾民主社会里面最核心的价值 最核心的价值 那一个民主要能够发展 一个民主政治要能够很健全的 很永续的发展 首先人权是不能够忽略的 那所谓的人权包括很广 那以台湾来讲 我们最近从马总统上任以来 他立即推动了我们签了这个联合国的经济 所谓的政治人权公约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这两个公约 我们也很快的透过国内的立法 通过了这个施行的这个法则 也就是表示我们对于这方面人权的一个重视 那在新闻自由方面 那我想更不用讲 这个新闻自由 新闻媒体有所谓的地势权 他扮演监督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媒体自由在台湾我们绝对是尊重的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台湾的新闻自由的情况 当然自由之家们连他也都会做 这个排名 那在这个排名里面 我们当然就是说有起有落 但整体看来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 我们都一直是在自由的这一个范畴 这个等级上面 跟欧美先进国家都是同一等级的 在亚洲国家我们不是数一就是数二 以目前来讲我们是仅次于日本 所以从新闻自由度来讲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新闻自由的品质这绝对还有待改善 那这部分我们必须是政府跟民间一起来 因为新闻自由也绝对不是只有政府能做的事情 民间媒体还有政府公民社会他也必须监督媒体 大家必须一起来努力才有办法把新闻自由的品质再度往上来提升 那我们当然希望新闻自由跟人权可以在大陆能够落实 或者是说找到一个方法逐步的来重视它 让我们的大陆朋友也可以感受到所谓的新闻自由还有人权 目前两岸的新闻交流最新的进展可不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两岸的新闻交流目前其实我们都是允许双方的媒体可以派驻去采访新闻 我们也让大陆的媒体报纸这些可以到台湾来采访新闻 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以台湾来讲其实上我们对这些新闻报导还有国内外的媒体 包括大外媒体我们几乎都是没什么限制 你透过网路透过小耳朵透过卫星通通都可以听到 甚至很多大陆的游客在台湾晚上都看真的节目看到不想出闻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你必须到这边你亲自体验 你亲自看到那你了解到自民主是什么 台湾的媒体这样子一个你讲百花齐放 或者说各种声音都有的情况对你的工作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 媒体的数量很多那很自然而然他们关切的议题也就会很多 那我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我们必须对政府相关的任何的问题都必须随时掌握 那对于媒体提出来任何疑问我们也都必须尽快的给予回应 那当然对于有这个报道的错误这些等等我们也必须要来做必要的澄清 所以这些其实当然也就增加我们工作上面的一些挑战还有这个负担 有关您工作上的挑战我还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您身为新闻局局长您是向国际说明台湾的政策 但是当如果有一些政策上面台湾自己内部的声音都出现不同的时候 对您的工作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 譬如说ECFA可能蓝绿方面有不同的声音 现在立法院都出现全武航的情况 那您要怎么样对外说明 其实就很多民主的社会来讲 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 因为不同意见而有一些争执 坚持 这我觉得在民主社会里面都可能出现 但是我们要强调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暴力 也就是任何不同意见其实都可以透过理性讨论对话的方式来得到解决 它不见得取得共识 但是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程序来完成一个决定 我想这是民主它最大的一个本意跟价值 那现在国际社会跟国际的媒体都很关注台湾年底的五都选举 您身为新闻局局长您怎么跟外界来说明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基本上我们都非常欢迎国际媒体来观察或者采访台湾的选举 那年底我们的五都的选举没有错也得到各方的关注 不只国内非常的关注 国际上其实据我们了解也有很多人很有兴趣 那我们都非常欢迎他们来做实地的观察 实地的采访实地的报道 那我们新闻局也都会来做相关必要的协助 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也希望让我们国际上关心的人或者是媒体 他们看到台湾的民主又往前走一步 那这个让我们可以说作为亚洲地区民主的一个灯塔 这样子的效应能够向外传播出去 让更多亚洲的地方或者世界各地 他们了解到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情况 好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江启程博士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